这孙公英是孙大姐吗 你好 我是小五 孙桂英 离异66周岁 退休金1800元 家住长春市与儿子同住 孙大姐是我们节目的老嘉宾了 大姐退休之后参加过摩托队 喜欢唱歌跳舞 大姐离异之后 独自一个人抚养儿子 现在儿子也成家立业了 孙大姐也终于苦尽甘来 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上一次大姐相亲 两个人有缘牵手 但是很可惜 他们俩无缘相守 和上一次相亲的大哥分开之后 大姐也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 相中了家住四平市的上士和上大哥 上大哥今年67岁了 做了一辈子的生意 上大哥现在退休了 生活归于平淡 想找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伴儿 我不想找那个小妻子 连走七十点来 你说你今天行明天行 你不行那天的话 人家女同志数是小 你不坑一样 上大哥参加过我们节目两次 孙大姐也对他挺关注的 他这个两段节目 我都看了觉得人说话挺好 就表达的就是对对方 说话都说的都挺踏实的 不是那种漂漂浮浮的 主要咱们想找个踏实过日子也 我觉得说话挺实在的 头脑挺聪明的 人品好踏实 头脑聪明 孙大姐觉得上大哥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对于今天和上大哥见面 她还是充满期待和自信的 但是在见上大哥之前 他对大哥也有着自己的要求 从经济上 那是说的我是这么想的 那我的这点工资虽说不多 工资我不想动 这个钱攒起来要干啥呢 万一有病生了咱拿出来 你这不都是个钱吗 你平常都烂花花美的 到那时你猜什么 知道了大姐的心意之后 我们也联系了上大哥 大哥也想和孙大姐见一面 特意从四平赶过来了 孙大姐知道之后啊 就跟着红娘一起去的车站 接上大哥 你好 孙大哥 第一眼光心 咱样说咱样 我不挑掌架 咱要的是人的心 今天这儿挺老的 咱也别在这儿站着 就是那个大姐家 他就是他跟孩子说一起 不太方便去 哦 谢谢 咱上哪呢 随便找个地方吃点饭去 他这种表现也是非常高兴的 也是欢迎我 我感觉到我心里 心里也非常感谢 上大哥的这种行为